捷運環狀縣南北環段工程邁進一大步 銜接台北市市林社子地區跟新北市蘆州地區的 北環段社子區段工程舉行了開工動土典禮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致辭的時候表示 捷運建設就像打通城市的任督二脈 帶動城市發展 感謝前市長黃大洲新建捷運六線齊發 奠定了台北市的發展基礎 手持精采台北市長蔣萬安主持捷運北環段 社子區段開工典禮 祈求工程順利 位於社子的社政公園 將設Y24站點 連接三重到士林地區 全長2.7公里 總花費102億元 完工後從新北產業園區到大直建南路站 交通時間從原本的49分鐘縮短為28分鐘 第一個是在新北產業園區 它跟機場捷運連接可以到機場 直接到機場 第二個呢 它是在徐衛中協站轉成中和新路線 再來是在士林站可以轉成淡水信義線 在建南路站它可以轉成文壺線 北環段完工後可以串聯包含機場線 中盧線淡水信義線以及文壺線 會提升整體的律運輸 達到進行碳排的目標 設置居民期盼已久的捷運錄網 總算動工 開工典禮上特別舉辦園遊會 邀請附近居民同樂 同時宣告設置到開發 再往前邁進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 台灣即將邁入 每五人就有一人超過65歲的超高齡社會 為了因應這項挑戰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跟英國國家長壽創新研究中心合作 進行長壽社會相關領域的國際研發 期望展開更多有關於台灣 長壽領域的學術跟產業 共同為建立世界樂活長壽社會而努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與英國國家長壽 創新研究中心簽署備忘錄 讓台灣成為創新研究中心的重要合作夥伴 因台灣英國同樣都面臨人口老化危機 因此雙方達成合作協議 共同開發長壽領域的學術交流與產業發展 我們兩個都面臨類似的挑戰 例如人口老化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長林祈宏指出 高齡不單純只是健康議題 也將對經濟社會公衛 甚至是國防安全帶來轉變 因此這次的合作將借重陽明交大 在健康長壽與老化科學的深根 為建立世界樂活長壽社會而努力 希望能夠回春或是用一些幹細胞 這些都可以 可是絕對不是政府單位獨自來進行 產官學演 尤其我想今天彰顯的是 對於產業界如何能夠進到 這樣的一個領域裡面 我們大家能夠共同來面對這個挑戰 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英國國家長壽創新研究中心 為英國政府投資的全球組織 致力於高齡長壽的相關研發與分析工作 這回台銀兩國的合作開發 也將藉助台灣科技智能的應用 推展高齡科技產業行動計劃 為全球長壽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 記者劉德宇採訪報導 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 《市定古蹟草山育兵館》的紀錄片首映 內容包括了草山育兵館從古蹟的指定 到修復工程開展的第一階段歷程 訪談每個階段曾經參與的關鍵人物 現場也舉辦了上樑儀式 修復工程預計115年完成 屆時將可以和周邊的文化資產 共同串聯成獨具特色的溫泉小鎮 台北市文化局長蔡詩平 國發會主祕張曹能 共同焚香駐島 隨後還見證凍札上涼 目的都是希望市定古蹟草山育兵館 修復工程能夠圓滿順利 政治是非常轉戰的 但是這個島嶼的歷史是這往前走的 超越政治的 我來過第三次了 第一次來陪著市長來 第二次來台積物片 每一次來他都在變化 今天來又看到更明顯的變化了 聽說進度到15%了 照這個進度來看的話 我相信我們每隔半年一年來 到了115年以前 應該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 整個字的變化 除了主持動雜上涼儀式 文化局也舉辦 草山育兵館紀錄片首映 內容包括草山育兵館 從古蹟指定 到修復工程開展的第一階段歷程 訪談每個階段 曾經參與的關鍵人物 用影像傳述 古蹟建築價值與歷史意義 建築物如果被指定為古蹟 我們不能說把它整修以後 煥然一新 希望能夠舊的材料能夠保得住 這樣它對於舊的儲存 歷史的文物 或者是各種細節 儲存歷史故事也會比較豐富 工程由管理單位國發會出資1.6億 委託北市府針對古蹟本體的洋館 日本家及洋房進行修復作業 目前完成進度15% 預計115年完工後 就能開放民眾參觀 見證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現場 記者游詳婷 台北採訪不到 2024台灣戲曲藝術節 即將在4月中旬登場 今年邀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副教授張啟峰 擔任策展人 邀請了11組的戲曲團隊 用不同深淺力道跟口吻 來闡述愛是什麼 歡迎觀眾到劇場 彈琴說愛 2024台灣戲曲藝術節 明羅祥古的粉末登場 今天邀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副教授張啟峰擔任策展人 在他的精心規劃下 以《非常愛》為主題 11組戲曲團隊 將聚首台灣戲曲中心 大台愛玉所帶來的 纏綿糾葛 那從4月到6月 非常期待各位在愛的季節來看戲 我們可以在劇場相會 台灣戲曲藝術節 從2018年開辦以來 每年都進行自我挑戰 今年除了推出兩檔旗艦製作 兩身花節與親戚之外 策展人也讓各個劇團 以不同深淺力道跟口吻 來闡述愛是什麼 李清照私人劇團 以艷座中葵批判的口吻 述說愛與自身的傷痛 而台北曲藝則是由水浮傳 林沖夜奔的故事 展現男性幾種錯愛典型 這11場的一個劇團 其實用他們獨特的一個方法 手法其實一個演繹出 台灣戲曲最淡淡的一個樣子 2024台灣戲曲藝術節 從4月12號到6月9號 由11組優秀團隊輪番上陣 再來11出落在 不同愛情光譜上的故事 邀請觀眾一起進場 談情說愛 這場花廠報道 剛靈化台灣家中就有長輩 要特別留意他們走失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 敦化南路派出所接獲報案 有民眾在東區圓環 發現失事長輩迷路 需要協助 警方到場之後 先將體力不支的老婦人 再回派出所 隨後聯繫家屬 順利讓一家人團圓 原警來到東區圓環 就看到戴著安全帽 牽著共享機車 獨自徘徊不知所措的74歲 羅姓阿嬤 圓警開口問他想要尋求什麼幫助 卻得到這樣的回答 什麼了 你不會騎啊你怎麼 這台車哪裡來了 阿嬤跟警方表示 首籤的共享機車是兒子所有 圓警心裡有底 也耐心跟老婦人解釋 車輛是大眾共用的機車 由於談話間暫時沒有辦法 從阿嬤口中問出資訊 加上當時天氣寒冷 圓警也發現老人家的體力 越來越不支 因此先將阿嬤帶回派出所 還到超商購買餐點 讓她補充體力 同時聯絡家人前來 直到羅姓婦人的兒子抵達派出所 看到老母親安然無恙 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下 原來患有失智的羅老太太 在走勢當天原本要出門買菜 卻忘了回家的路 而對於熱心民眾的報案 以及警方受理後 積極的處理態度 家人也表示暖心與感謝 記者顧彩詠勇 台北 台方報導 一旦違規沒有失背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點注意 安全與你相遇 所謂釣魚簡訊也就是說 他會去連結一個 詐欺朋友網站 比如講像說 你的通行費啦 你的停車費啦 你的汽車燃料費已經預期 那你就是點入他的這個網站 點入網站裡面 你又輸入你的這一些的資料 或者你的信用卡 他騙個資嘛 騙個資 騙你個資進去 那去做這樣的一個詐騙的一個新聞 最多元友善的城市 台北歡迎你 投資型詐騙 你是否曾經在社群網站上 看過一些關於輕鬆賺大錢的廣告 事實上 這類型的詐騙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為賣點 吸引被害人上當 並以不真實的小額獲利 逐漸降低被害人警戒心 引誘被害人開始大量投資 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資之後 隨即捐款而逃 千萬別上當啊 輕鬆致富多陷阱 腳踏實地最實在 泰山區公所21號 在泰山體育園區舉辦了113年 開設防災公園收容安置演練 泰山區長鄭淑敏強調 防災演練有賴每個人共同參與 展現鄰居民的力量 致力使泰山地區成為更安全的居住環境 泰山區公所21號在泰山體育園區 舉行113年開設防災公園收容安置演練 模擬區內發生強烈地震 造成多處屋瓦倒塌 災害應變中心立即成立 並開設大型病難收容處所 這次演練新北市消防局也特別前來進行考核 今天是我們這一個重大災害的演練 很感謝各位在這個天氣這麼炎熱的時刻 還這麼的用心來參與這次的演練 那我們這次的演練是以重大的這個地震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各編組應該立即的怎麼樣來啟動 然後公私協力讓我們的災害降低到最小 演練模擬發生強烈地震 因應救災強險需要啟動泰山體育場 作為民眾收容兵難地點 藉由演練過程 除了讓各單位人員熟悉各項災害收容安置標準流程 並強化提升防救災應變能力及技能外 也讓參與的市民朋友能加深災防觀念 與面對災害的應變能力 落實防災公園收容準備工作 各位我們的演練 我們就當是真實的狀況在發生的時候 那各位如何分工合作 共同協力來守護我們市民的安全 讓泰山成為一個安居樂業的城市 泰山區長鄭淑敏強調 防災工作不分你我 唯有大家隨時做好防災準備 生命安全才能有保障 尤其防災演練有賴每個人共同參與 展現鄰里居民的力量 致力使泰山地區成為更安全的居住環境 記者虎萱泰山採訪報導 新北市盧州區仁愛公園舞台前廣場 是不少大小朋友假日休憩遊玩的好去處 水南里內的大小活動也經常在此舉辦 長久下來因為日曬雨林地板撲面 開始出現了軍列的情況 為了民眾的安全 市議員李庸月娥特別邀請了相關單位到場會刊 新北市羅州區仁愛廣場的地板撲面 經過常年日曬雨林出現了大片軍列的情況 每逢下雨天就會造成部分區域積水 讓原本濕滑的地面走起來更加危險 市議員李庸月娥為了民眾安全 召集了相關單位進行會刊 希望區公所能在短期內提出初步改善計畫 今天特別邀請我們警官處還有民政局 還有我們那個經建課長來到現場 希望他連加最非規劃 其實這個地方的協波道也都關閣 很多走路比較不方便的中部也常常熟 所以安全期間 希望我們經建課兩星期內初步規劃好 兩個月細步規劃好 看經費到底多少 大家最非來中 蘆洲水南里里長吳松彪表示 許多里民都非常喜歡到仁愛廣場來運動 聊天休憩 廣場前還有一個大型的露天舞台 里內大大小小活動也都會在這裡舉辦 希望透過議員爭取 能夠改善地面高地落差及軍列積水等問題 讓大家能長久使用 因為我們這個鋪面 這個積水的問題已經很久了 因為我們的鋪面它沒有透水性 所以每一下雨的 鋪魚閉煙就對了 只要一樓它就會積水 造成我們很多使用 公共運動的民眾 很大的不方便 我們希望透過我們議員今天這麼有效力 這麼積極的一個 辦理這個會堪 我們希望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提供我們大家一個很好的安全 休憩運動的這個好環境 這個仁愛廣場 使用至今也30年左右了 對 那這個環境的話也歷經有很多的變化跟變遷 那現在需求的改善 我們公所也都有在關切跟注意 那之後我們會先提一些方案 然後研理看看要怎麼改善方案 然後再跟一座這邊討論 它會符合大家的需求 經過會刊 盧州區公所表示會盡力配合 希望能在議員要求的期限內完成 讓小朋友們在9月開學後 能有煥然一新的公共空間 記者盧云璇採訪報導 新莊區有一所中學舊宿舍閒置未使用 加上長期沒有人清理等等的問題 當地里長很擔心 年久未清除的髒亂空間 會成為壁眉紋滋身的溫床 因此里長就提出了一個簡單的訴求 希望有關單位能夠派員 盡速前往清除髒亂點 還給大家一個乾淨的居住環境 很難想像位在新莊地區黃金地端 竟然還有幾間老舊金屋的房子閒置在此處 當地里長指出現場可以看到 壁眉紙的外牆不僅被許多雜草樹枝給覆蓋住 而且玻璃窗破掉回存等等情況 甚至要進出壁眉大門 則是用鐵板給封死住 年久未清理的髒亂空間 里長很擔心會成為並沒聞至深的溫床 右邊這一塊地 以前是新莊國中的老師宿舍 現在已經撥還給 金茶已經撥還給新北市財政局 而且我當了里長之後 里民都來反映 裡面髒亂又恐怖 雜草重生 文營重生 還有一些老鼠之類的 而且因為裡面陰暗 又封死了 所以每到晚上都有一些奇怪的聲音 讓里民更加害怕 原來這幾間無人居住的房子 早期是作為新莊一所中學救宿舍使用 里長表示 因為主管機關是新北市政府財政局所管理 針對附近居民多次向他反映這項 必安住的環境問題 何時能夠得到改善 里長說出最簡單的訴求就只有這個 這是一個黃金地段 而且目前登革樂盛行 要求財政局主管單位 能把裡面的髒亂樹枝 裡面的所有的 該整修的先把它整理乾淨 還給里民乾淨的空間 讓里民不再害怕 舊宿舍長期缺乏清理 內外環境髒亂不堪 除了嚴重影響到住戶生活的品質之外 現在最令人擔心 有可能成為登革熱並沒聞的溫床 里長只希望有關單位能夠重視處理 記者黃宥嫻信中報導 傻子化的衝擊 讓不少大專院校逐步轉型退場 不過三支區的馬街醫學院 在15週年校慶的這一天 宣布已經向教育部提出申請更名 轉型為醫學大學的好消息 未來馬街醫學大學將會有三個學院成立 並且教學設施跟建設 也正在如火如土的興建當中 馬街醫學大學將持續傳承 發揚馬街精神 培育更多醫護人員一起走向更長遠的未來 馬街醫學院今年適逢創校15週年 舉辦熱鬧的校慶運動會 在充滿活力與創意的運動員競技場中 全校學生為了自己的細鎖呼口號 並祝福馬街醫學院15歲生日快樂 也宣告校慶活動正式開場 而值得一提的是校長於開幕式中 宣布今年已經向教育部提出申請 更名為馬街醫學大學的好消息 我們今年開始 我們已經跟教育部申請改名為 馬街醫學大學 希望這個事情能夠很快的 能夠成事 希望各位為這個事情而代表 我們馬街醫學大學大概會分成三個學院 醫學院 護理學院及後生健康學院 馬街醫學院在去年創新成立了世光學系 以及護理系研究所 不僅是增添了系所的多元性 也讓教學體制更加的完整 而未來轉型成為醫學大學 也將成立醫學院、護理學院 及後生健康學院 並且校內的教學設施及建設 也都如火如荼的增加興建當中 更重要的是 為了下一代辦的來臨 學校三期的建設 還有宿舍的建設 還有教堂建設 都會如荼的進行下去 所以這段期間 請各位師生 大家互相體諒 大家互相合作 讓我們把這個事物能夠完美地把它完成 在馬街醫學院15週年校信當中 校長除了感謝董事會 馬街醫院與各屆15年來的協助與支持 也感謝全校教志願一起更允於努力 讓馬街醫學院能夠邁向轉型 醫學大學的里程碑 並且走向更長遠的未來 記者要評和三支採訪報導 競爭刺激的過馬路大賽正式開始 選手們能安全抵達終點嗎 出現了 馬路上出現違規大魔王 為停讓行人 警察開單舉發 車輛沒有停讓行人 會罰錢 致人重傷或死亡 應付刑事責任 加重其刑二分之一 還會吊燒駕駕駛哦 過馬路不能滑手機哦 行進入口要停讓 你有安全有保障 山豬 別跑 別跑 可惡 看來是我出手的時候 系機車不為停 電家不占用 機車不請人行道 安全的真相只有一個 把人行道還給行人 拒絕收禮收錢 防止虛擬貨幣 電子支付等方式收賄 絕不讓境外資金 及假消息干擾選舉 讓我們一起打造 乾淨公平的好選風 反饋當時驚 乾淨好選風 檢舉會選專線 零八零零零二四 零九九 撥通後按四 打給媽啊 怎麼知道 媽 我去送貨 是不是去銀行交營業用車輛 下期使用牌照稅 你是說 營業用車輛 下期使用牌照稅哦 你教的愛誠實納稅啊 用這個啦 收到繳款書後 下載行動支付 和電子支付APP 掃描去外面 就可以馬上繳納 還有信用卡 ATM 轉帳等多元繳納管道 都可以選定哦 很方便耶 多元繳納不卡關 一路身上安心 GO 新北市文化國小呢 昨天在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舉辦113年 新北市淡水區第四屆富邦小馬杯的 少年籃球聯賽 共襄勝舉參賽的學校高達12所 上場表示呢 感謝富邦慈善基金會的挹注 中華小馬少年籃球運動協會的教學 讓地處偏鄉 體育運動資源匱乏的淡水北海岸地區 獲得了體育資源的協助 為了要帶動淡水北海岸的籃球運動風氣 也為學生帶來健康強勁的體魄 新北市文化國小 昨天在淡水國民運動中心 舉辦113年新北市淡水區第四屆 富邦小馬杯少年籃球聯賽 共襄勝舉參賽學校高達了12所 校長表示 感謝富邦慈善基金會的挹注 中華小馬少年籃球運動協會的教學 讓地處偏鄉體育運動匱乏的淡水北海岸地區 獲得體育資源的協助 平衡城鄉兼運動資源分配的差距 我們感謝富邦慈善基金會這邊有看到淡水執行的成果 所以今年給很大的贊助用在籃球推廣 用在反讀宣導用在淨灘 那我們也有很多在地的傑助企業 康蘇國際 那麼有風學相思 然後50年代騎阿兵 這些企業的大力贊助 讓真正的力能到位 給孩子運動呢 能一個普遍的發展跟推廣 校長表示 當天的開幕活動 除了參賽學校道場共襄盛舉 為參賽的學生熱情加油之外 其中在第7頁康蘇科技 除了贊助比賽活動之外 康蘇科技永續發展辦公室 陳國隆永續長 更親自道場開幕現場來參與 並且擔任開球嘉賓 他表示 對於孩子們有益的活動 康蘇科技都很願意贊助 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 是成功的關鍵之一 我們現在已經 今年已經到了12隊 12隊在淡水地區 在其他的地區 我們就比較大型一點 都30幾隊 淡水地區是因為 我們希望是 給偏鄉的小朋友 能夠有一個比賽的機會 那麼我們在各地 也舉辦這個小馬杯 希望是以戰代訓 讓他們有實戰的經驗 尤其在淡水地區我們很高興 因為這是平常沒有機會 來做實際的比賽 所以我們做正式的比賽 希望小朋友能夠打快樂的籃球 可以更有餘力 讓學生獲益良多 記者許多恩淡水採訪報導 為了照顧社區的長輩 營造青少年跟社區 營法族的良好互動 為在淡水新市鎮當中的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在迎接一系列的校慶活動當中 由健康促進與營法保健系 在近日的上午呢 舉辦了營賽起跑點 健康促進活動 邀請到鄰近的社區長輩 一起來跟大學生玩趣味比賽 同時也讓長輩們的活動身體 能夠健康樂活 為了要照顧社區長者 營造青少年與社區營法族的良好互動 位於新北市淡水新市鎮當中的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在迎接一系列的校慶活動當中 由健康促進與營法保健系 在今天上午舉辦營賽起跑點 健康促進活動 邀請到鄰近社區長輩 一起來與大學生玩趣味比賽 通失也讓長輩們活動身體運動健康樂活 辦理這個營賽起跑點的活動 其實是對接到我們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健康促進營法保健系 我們所接的一個大學社會責任 營造在地關懷輕盈樂活俱樂部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 跟輕盈共融進到社區去 實際跟長者之間呢 我們可以進行所謂的健康促進 共樂共享 那另外我們可以融入在這些 相關的專業課程的技能裡面 讓我們的這個學生呢 他可以實務性的進到社區 帶領長者 不管是運動啊 或者是營養保健也好 或者是更多的這些 認知促進的一些活動 系主任表示 這次活動對接到了 系上營造在地關懷 輕盈樂活俱樂部的系列課程 希望透過大學生社會責任 USR以在地需求為出發點 安排許多學生與營法長輩一起學習 一起同樂 經過大學生與老師 設計出許多這對長輩 鍛鍊身心靈的趣味遊戲 加強對於營法族的各項健康指標 將資源有效連結 又把專業繼續帶入社區 成就青年學子與社區長者 輕盈共融的美好畫面 那長者也都非常開心 因為一出家門 學校就在旁邊 就可以就近的來運動 來跟年輕人一起來學習 讓自己的完美人生 更加的精彩及豐富 那今天的這個營在起跑點呢 也像是長者的一個 階段性的成果表現 讓他們看看他們的肌耐力 以及他們平常鍛鍊的地方 是不是更加成長更加不一樣了 那也希望未來這樣子的活動 能夠繼續辦理下去 為我們附近的長輩 我們的民眾 來爭取更多更好的福利 活動現場不僅是有大學師生 帶著長者跟著音樂律動跳舞 還準備了許多的趣味遊戲來闖關 林長表示 來到學校當中 不僅是感受到年輕氣息 看到現在大學生的用心服務 透過大學師生主動連結社區 展現了在地關懷 讓阿公阿嬤們也可以感受到 大學生的青春活力 幫助社區中的高齡長者 健康整合數位科技 量測與評估 提供長者良好的運動 達到延緩虛能健康老化 活躍老化的快樂生活 記者許多音淡水採訪報導 細止厚德里老人共餐 邁入第11年 每個星期三 好多長輩們習慣帶著環保餐盒 到尋守鋼廷來集合等著共餐 而這個星期三 觀天下有線電視特別帶來了加菜金 希望共餐能夠持續不間斷 讓老人家吃得開心 接近中午時間 不少長輩們早早報導 因為接下來天氣變暖 禮拜公處也提早進行 登革熱防止宣導 提醒大家注意居家環境整潔 汐止區厚德里老人共餐 這一半11年多 好多長輩早就習慣 這每個星期三的午餐約會 而這個星期觀天下有線電視公司 則是帶來了加菜金 希望能夠盡點心意 支持厚德里共餐能夠長久辦下去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厚德里舉辦的長者共餐活動 那因為之前疫情的關係 那也停辦了好久 那未來當然觀天下 有線電視會持續在社區做公益活動 那希望這個長者共餐能繼續參與 回饋那個社會 都是我們的宗旨 那也繼續把這個善的循環 帶給社區感染大家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觀天下 到我們厚德里來做這個社會服務 那他吃到我們長期以來 都有在做這個老人共餐 而且是每個禮拜都有在做 那今天他們的曾經理來到我們的現場 看到人潮滿滿真的是蠻多人的 而且今天的菜色也不錯 所以說老人家吃得非常開心 厚德里老人共餐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愛心人士 贊助這一天觀念下來捐夾菜金 禮辦公處也頒發感謝狀表示感謝 而對於共餐長輩們都很開心 這每星期一次的午餐約會 我來今年啊 差不多七八年有了 讚 我才說很好 那他們願意走出來 我也就是很開心 所以說在這十幾年來 我都是一向如此 始終如一 然後讓他們就是說 吃得健康然後活得健康 今天感謝觀念校 帶著他們的家債金一萬元來幫助我們 那在此非常感謝 當天的菜色一樣豐富 有菜也有肉 每個便當都裝得滿滿 這一天老人家似乎也特別踴躍 現場大排長龍 里長也鼓勵長輩多走出來 健康樂活 這場慧林希子採訪報導 汐止區白雲國小舉辦 全校春季交遊活動 帶著孩子們走出校園 結合中研院的資源 進行深度學習 各年級依課程的需要 規劃不同領域的學習內容 例如五年級學生 就帶到歷史文物陳列館 四年級呢 帶到國家生計園區 全校士生六百多人前進中研院 展開了一場趣味 卻富有學習深度的交遊活動 一群人浩浩蕩蕩 一大早就從學校步行出發 沿著大門前的路 往700公尺的方向前進 汐止區白雲國小舉辦 全校春季交遊活動 不但帶著孩子們走出校園 更是結合中研院資源 進行深度學習 每個年級規劃不同的領域 學習內容 到了院區 孩子們各自帶開 這一站是先觀賞生態池 一旁還有專業解說 只見小朋友在聽完看完之後 也不忘做學習筆記 而除了戶外的生態池 五年級學生 則是到了室內的生態時代館 裡頭學習植物生態的多樣化等等 喜歡 因為這裡有很多知識可以學 老師有介紹 遺傳生物多樣性 然後物種多樣性 我來到中研院 然後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生態系 學到了說台灣有很多生態系 我來這邊看到了動物遺傳 那個麵包樹 因為如果上面真的是麵包的話 應該會非常酷 白雲國小鄰近中央研究院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規劃一天的時間 把一到六年級的孩子 帶到中央研究院來上課 那我們基本上其實會根據不同的年段 安排不同的餐館參觀 比如說我們有生態館 還有歷史文物陳列館 民族學博物館等等 讓孩子依照他們的年段 去選擇適合的課程 我想這不但是讓孩子更了解 學校周邊的社區資源 也藉助中研院豐富的學術資源 讓孩子的學習更加的豐富以及多元 到了中研院 各年級在意不同的學習 規劃到各自的景點 例如二年級是到了民族博物館 參觀民族文化民間信仰等等 三年級則是參觀嶺南美術館 欣賞水夢畫作品 也培養孩子們一文參觀的禮儀 而五年級也去參觀歷史文物陳列館 以及胡適紀念館 小朋友說收穫很多 之前我只到了胡適紀念館 然後胡適紀念館有很多 關於胡適先生的事蹟 然後剛剛有介紹到 胡適先生周圍的事物 並我感到非常的新奇 今天我們來到胡適紀念館 裡面都是關於胡適先生的東西 剛剛在裡面有講到說 裡面做最大的改裝有 那個電燈還有空調 其他90%以上都是原本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可以保存那麼完整 感謝白雲國小辦的這次的活動 融入了當地的一些社區風情 因為白雲國小離中央研究院 直線距離只有700公尺 我相信這個活動會為小朋友 更認知我們社區的整個特色 白雲國小將中研院資源 納入校本課程當中 每一年都會到中研院辦理春遊 全校師生600多人展開一場 區位卻負學習深度的交遊活動 加上慧林希子採訪報導 至於雙北地區有哪些最新的活動消息 請看我們的生活看板 明天安利及接著 融入校便是最新的地匙 至於雙北地區的體驗 不斷絡度小弱 會排水 在独自身 пох出 向下閉盤 碰面 於《嬉莫》 其下閉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